马六甲对排球教练疑似不满球员比赛失误丢分 竟然在球场上掌乖两名女球员 事件曝光后引起社会哗然 大马排球总会纪律委员会证实 涉案的教练目前已经被停职 而且他们也成立了调查小组负责跟进处理 排总纪委会在一份文告中阐明 该名教练被令暂停参与任何国家排球赛事 同时强调不赞成也不容许任何一方粗暴待人 这名教练涉嫌两个星期前在柔佛歌打丁怡 举办的2022年大马14岁以下青少年排球锦标赛 女子组赛事中向两名女球员呼巴掌 整个画面当下透过脸书视频对外直播 世界引起青体部长杨巧霜的关注 怒骂教练的做法太过分 离开牌 虽然经理解読 全程 颇抗 单 调拗 准备 胃